大家都在家裡面 不運動也不行對不對 可是可以在做室內的運動 那我們今天特別請到安教練 安教練可以教我們就是說 當我們隔離在家的時候 可以怎麼樣健身嗎 運動嗎 舒展筋骨 通常我會先建議從伸展開始去做 因為大家都在低頭滑手機 所以你的肩頸僵硬是很自然的 再來就是你的身體 也會慢慢的僵硬 包括腿 寬部 腰 那你太僵硬久了 你突然出去活動 你就像那個橡皮筋 太久沒拉 一拉就斷了 對 要講得有道理 我現在其實全身都是硬的 來 那我們一起做吧 一起做 你一起做 我已經硬到沒有 走不出去 那我先從幾個 簡單的伸展動作開始帶 好不好 那一開始我們先從下半身 開始去伸展 因為下半身它的肌肉比較多 那一開始就是我們準備給瑜伽墊 把你的右腳跨出去 後面的腳就是讓它放平 那盡量跨大部一點 這個叫伸展 這個叫卡腰肌 然後把雙手往上拉 這時候連你的腹肌 有一起去伸展到 這個動作大概就是 你每天去做個30秒三遍 好 這樣結束之後 腳不要動 把你的左手往下放 右手往上拉 好 那這個會連你的胸椎 腰椎都去放鬆 嗯 這伸展的吼 真的有感覺 這個是很棒的伸展動作 好 那另外一邊就一樣 好 那第二個動作 我們叫做上拳式 好 就是趴著 把你的雙手往上推 然後就往上看 你的頸部跟你的這個胸肌 還有腹肌都會被伸展開 好 那都一樣是大概20秒到30秒 欸 對 然後這個完之後 下一個動作也很重要 叫嬰兒式 就像嬰兒一樣 往後趴著 好 這樣子趴下去 會放鬆到我們這個下背的肌肉 為什麼要放鬆 因為它可能是久坐 就像我們這樣坐著就算久坐 那你久坐長期下來 我們的那個腰 尾底骨中間那些肌肉群 都會越來越緊繃 所以有些東西怎麼 最近蠻突出 好 下背痛 對 好 那再來 肩頸的部分 就是就像我這樣子跪直 很簡單 然後把你的右手 放到左邊 然後你的左手 往後扣住 輕輕的去壓 左手一定要扣住 因為如果說你左手 沒有把它固定住的話 你拉到的範圍就會很小 好 就像這樣子 對 30秒 好 然後就再換邊 這個像我頸部有骨刺 然後我一手腳也要這樣做 這樣不錯 感覺很好 以後我們上節目都這樣做就好了 好 我教大家做一個測試 測試你的這個肩頸的肌肉 是不是過度僵硬 你現在把頭先擺正 然後往你的右邊看 你的下巴有沒有辦法 對到你的右邊的肩膀 像鄭大哥就有差一點點 我有嗎 對 也有差一點點 因為我有骨刺我沒辦法 對 那 像曲長者可以嗎 你感覺他有嗎 下巴要對 差很遠 至少差我看差不多有30度 對啊 我以為已經到了 還差很遠 然後現在再換45度 現在是台方 我們現在再換另外一邊 好 來 有辦法對到嗎 自己眼睛往下看 你的下巴 跟你的肩膀 不要刻意推他 先去做測試 完蛋了 我還差45度 那如果對不到怎麼辦 我們的手 輕輕地去撥你的下巴 就好 那 安教練你自己弄得到嗎 我看一下 有 我這樣是差不多對到的 你哪有自己弄這樣 沒有 我手不要撥的話 這樣我這樣也有對到吧 當然我也有一點僵硬 因為我們在重向訓練的時候 有時候會往下放鬆 其實你很好了啦 已經很好了 好 現在我們測試往下 你的下巴有沒有辦法碰到胸口 可以 很容易 可以嗎 檢查一下 這個每個人都可以 現在再拿一點 往上 往上的時候 要放在背上嗎 你的後 有沒有辦法直視正天花板 你的身體不要動 有 好 不只直視你還可以往後 不行 對 身體不能動 身體不能動 然後直視天花板 這樣就是代表你的後面的肩頸 它沒有僵硬 好 這幾個檢測 就是我們剛剛伸展 好 這是伸展 對 好 再來 那 接下來是胸肌跟背肌要怎麼去放鬆 胸肌的話 我會建議我們要找一個 類似像柱子類的東西 一隻手輕輕的搬著 往這邊去做拉伸 拉伸 對 這樣就可以得到伸展 對 那另外一邊 那也可以雙人的 雙人 那我幫老師做個伸展 來 來 大啦啦啦啦 你不用動 你站著就可以了 你是木人裝 他為什麼他就不能站喔 人家教練也慕你 對啊 你春馬來給多了兩百塊 對啊 明明就多一百五 你現在把你的手 類似像叉腰這樣 這樣 然後 全體通通有 然後不要碰到 分開一點點 掌聲 好 對 像收席一樣 像這個時候 像他的肩膀就有 一點點聳肩 覺得跟他說 放鬆 要放下來 放鬆 對 好這時候我們兩隻手 輕輕地扣住這裡 好 請他吐氣 好 這個時候就拉扯到胸肌 不要用力喔 因為會拉傷 然後這時候他大概氣已經吐完了 好 慢慢地請他放鬆 再吸一口氣 好 這時候輕輕地 你右腳往前站一點 好 輕輕地換成往前推 好 再吐氣氣 好 你身體不要動 我幫你的手往前推 這個時候放鬆的是這個背部的肌肉 這個是很痠 你有沒有感覺 會痠耶 對 如果他覺得還可以 我們就再加加一點 你不要硬撐喔 對 但是不要太多 這個肌肉群我們叫後三角 很多人在那邊過度緊繃 所以會有點圓肩 就是這個前面 也可能是前面太緊 但是後面沒有伸展 也會造成圓肩 對 好 謝謝阿德 這樣就可以啦 這就是一個簡單的 那等一下 還要翻跟斗嗎 那你這樣子弄一弄他 以後你覺得他幾歲 他的骨質年齡大概才32 對 32 那來 我來傷人家一下 我跟你講你不要嫁給他 他講話根本不實在 好 那我們現在開始換運動 剛剛都是舒緩 你每天隨時任何一個時間 你都可以做 那就是大概抓了三次 那運動的話 我們有一個運動很有名叫 塔巴塔 有沒有聽過 塔巴塔它就是一個燃脂 它是針對燃燒脂肪 就是不是我們針對增加肌肉量 是燃脂 所以它是會累的 大概是八個動作 然後總共是四分鐘 聽起來四分鐘好像很簡單 但是它是高強度 但是我今天大概是比較低強度 就是你一天也可以做個兩到三遍 效果比較好 那通常第一個動作都是開合跳 我站這個位置示範 開合跳的話就是20秒 我們現在要自己去數20秒 如果在家做的話 就是簡單的去 開合跳 對 手腳都要去動 好 假設現在20秒之後 好 20秒到了 休息10秒鐘 10秒鐘一過 馬上接第二個動作 第二個動作我們就再往下趴 變成登山跑 現在雙手撐著 然後一隻腳抬起來 然後去做交換的動作 好 這個叫做登山跑 這個很難吧 這個稍微難一點 對啊 32歲的很快啊 這兩邊看股 他的腳是覺得30歲去 第三個動作 那就我們兩個一起示範 好不好 不要亂想 我們看他32歲有多厲害 不要亂想 雙人一加一加 好 第三個我們做伏地挺身 好 那來 好 來 你還在找老人嗎你 對 現在你在這個位置 我們雙手撐著 好 我們做一點變化 我們一個伏地挺身下去 好 起來 右手往天花板拉 好 再回來 好 再換邊 好危險喔 對 不會 這個動作就是 你不要做太久 我好想看阿德老師做這個喔 我好想看阿德老師做這個喔 好 下去 好累 好想看阿德老師做這個喔 但是20秒不會做太多一下 大概7下左右 好 來 小太你先回去 阿德來 換你來 好危險 我不可以喔 快點 你 胖也不唱 今天做是簡易版的 所以阿德老師一定可以 好 剛剛那個動作是這個裡面最難的 真的喔 對 好 下一個 剛剛那個動作叫阿德做一下 下一個我們是深蹲 深蹲 為什麼要深蹲知道嗎 因為我們腿的肌肉 佔全身的一半 深蹲太簡單了 所以你要減肥一定要用下半身去鍛鍊 才瘦得快 因為它佔一半的肌肉 好 那我們現在佔寬 好 我們待會兒蹲下去的時候 確保你有蹲到底 你手去摸地板 但是你要挺胸 好 下去 輕輕地摸到地板 這樣 欸 很標準 好 再站起來 好 然後再往上推 兩隻手 好 可以了喔 好 那我們現在做摸 好 往上跳 再摸 好 再往上跳 摸 好 輕輕地落地 人家教練很輕 對 來 再往 你心快站不起來了 好 再站寬一點 牽力壓著腳要站寬 那簡單吧 簡單吧 就是不要跳 直接跳對不對 我們現在不要跳 來 摸 好 推 好 再摸 不用跳 我們現在做簡單的 那觀眾可以自行調整 馬上腳就踢退了 而且不一定你只要做20秒 你可以做30秒 32歲喔 對 像你就可以做40秒 好 一個正確示範 一個是錯誤實在 你有辦法做得比較薄嗎 什麼 又三 好 現在換第四個動作 對 好 第四個動作 我們就稍微累一點點 叫Bruby跳 Bruby跳 這個真的就是主持欸 跳做的這個 實際上最厲害的 真的難的 我們就請曾娜哥一起 來 請 來 好 請 好 插 好 插 插 插 來 這淑欣姐 做完今天下午清晨 來來來 蘇欣好 蘇欣 我也是 Bruby跳 是徒手動作之王 最難的 瘦最快 而且也最累 真的 好 你給他 來吧 好 那我自己示範 一樣 你有沒有瑜伽電 其實都倒沒有關係 但是我建議要穿球鞋 避免你那個腳踝受傷 好 那Bruby跳 就是我們再下去的時候 手不要太快 你要輕輕的 確實摸到地板之後 兩隻腳往後跳 再往前跳 再往上跳 這是正常版本 它也有難的 也有簡單的 好 那我現在示範簡單的 下去 腳用推的就好 再爬回來 再站起來 還是很累 對 那加速 就是累 那如果說你可以跳 盡量就是用跳的 上來不要跳就好 那也是20秒 那難的 難的就是我們下去之後 一個伏地引伸 好 然後再用力的往上跳 下來 這好像海峻陸戰隊 這就比較累 這樣你可以做幾下 我大概 350 沒有 沒有 因為它的強度比較高 我們那個最多就是50下 但是休息一下 你可以再做50下 哇 那就很厲害了 可是我剛才 是這樣子做那個 簡單的動作喔 我就覺得說 其實我覺得感覺喔 感覺就是比如說 一般的跑不可能 跑到一段時 才會有那種通倉的感覺 對 我才做到幾下 就有感覺 而且不會累喔 你看剛才幫你再做一下 我們剛剛是不是四個動作 對 然後做兩遍 兩遍 這樣就是八個動作 然後20秒10秒 持續四分鐘 對對對 那但是 真的是32歲 我看到你 從後面看就知道 未老先摔 但是伸展喔 一定要做足 如果你伸展沒做足 就很容易受傷 伸展要先做足 對 然後也要確保自己 是有辦法 你不要看 剛才蹲那個動作耶 那個不小心蹲 其實 你會受傷 對 膝蓋是 那中文還要收抄嗎 就跟前面一樣 簡單的再拉伸一下